球禮分析只是做月位及手球已經可以長做長有 其中手球條例在近幾年經過多次修改 今季季初球禮分析已經詳細介紹過新手球條例 但相信未必所有人都有看 或許會撈亂過往幾年的舊例 今集藉著足總盃曼聯對Miduspo一戰中 Miduspo在下半場一次反擊攻勢 皮球擊中Word-Morah首部後 再助攻給Cuz射入追平球 和大家再複雜一下最新的手球條例 這條片是由Edmar床褥贊助播出 Edmar床褥不同一些外國床褥牌子掛名外國品牌 但卻沒有完全清楚標明原產地 而Edmar床褥是100%歐洲製造 做完後馬上進行真空包裝然後運到香港 Edmar還提供100萬試睡 不合份的100天內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存額退款 而出一份最德國技術 贏得40個國際獎項 包括歐洲各國的銷委會獎項 以及英國、德國、澳洲都獲取過無數獎項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用理性足球專屬優惠碼 可以得到額外優惠折扣 詳情可以看infobox資料及網址訂購 大家記住幫忙share出去給多些人知道 再次多謝Edmar的贊助 我們看回今次的手球事件 講返事件經過 Wordemotr在接應隊友長傳時 先用右腳控前 但過程中皮球明顯擊中其左手 曼聯中將當然舉手投訴 但Wordemotr當然地不理3-7-21 繼續比賽將皮球鬥到遠處被曲斯射入 實時看很清楚見到Wordemotr左手及皮球有接觸 晚聯球員對此有激烈反應是正常 但球證亦很快直指中圈開球宣布入球有效 我們先看看最新的手球條例如何說 球例第12章犯規的不檢行為 第一部分直接自由球首球 為判斷手球犯規 翼窩用作界定肩膊與上臂最上部分分界線 並非每一次皮球碰到球員的手、手臂都屬於犯規 如球員作出以下動作便屬於犯規 蓄意用手、手臂接觸皮球 例如將手、手臂移向皮球 當手、手臂使球員身體不自然擴大時 用有關部位接觸皮球 在特定情況下球員的手、手臂位置 並不是因其身體動作的結果 或不能證實是因身體動作時產生 球員身體便會被視為不自然擴大 球員此時手、手臂所處的位置被皮球擊中 便可能冒上手球犯規的風險 而被判罰 把皮球射入對方球門 即使是意外 預入球選手球員包括守門員 將皮球直接從手、手臂送入對方球門 即使是意外 球員的手、手臂觸及皮球後 繼而立即把皮球射入對方球門 新的手球條例就是這樣 主要分成三點 第一點就是講球員主動 蓄意用手而向皮球 就一定手球 大家都不會不認同 第二點就是利用身體動作去判斷球員 是否蓄意 球員有沒有不自然地擴大身體 球員當時手部 是否因為身體整體動作而處於該位置 在這裏確實並沒有像舊例 很明確地說 例如高過肩頭或遠離身軀就是不自然 或者觸碰從身體反彈指皮球就不計等等 他的動作自不自然 手部是否在合理位置 按主觀判定全部交由球證決定 而第三就是無條件手球 只要皮球被手部觸碰後直接送入球門 或者立即將皮球射入對方球門 不管身體自不自然 意外與否一律手球 在和達摩亞這個例子 他手部觸碰到皮球後 如果直接入網 或者身體其他部份射入球門 這球絕對是手球犯規 但當他作出傳中再被曲斯射入時 就不算第三點提及的 繼而立即把皮球射入對方球門 即使皮球擊中左手 都不會無條件判手球犯規 很多人都會被過去幾個版本的手球條例混亂了 在最初1920的改版 除了直接用手將皮球射入網必定犯規外 有嘗試過立例 只要皮球有觸碰攻方球員的手部 繼而射緩或製造一個入球機會 就要無條件吹罰手球犯規 當時對入球機會的理解 就是可以追溯到上個比賽暫停 過程中只要攻方球員 手部碰到皮球就可以即刻吹罰 就被球壇批評過嚴殺死足球等等 有見及此 IFAB在跟著一年的2021版本 加入立即的字眼縮短可追溯的範圍 即使事以外球員或其隊友手手被足球皮球後 繼而立即把皮球射入對方球門 製造一個入球機會 但球例中仍然有球員或其隊友的字眼 如果將這一年的例套入今次 霍特摩亞的例子 絕對會被吹罰手球 因為霍特摩亞為曲斯的隊友 他左手足球皮球後 立即製造一個入球機會被曲斯射入 所以如果用上年的例 這球換是手球犯規 但今年2122球例 剛好抽走隊友及製造入球機會這兩個字眼 變成即使事以外球員手手臂速球皮球後 繼而立即把皮球射入對方球門 所以根據今年的球例 的確不可無條件吹罰手球 那就要根據第二點去看荷特摩亞的動作是否不自然 同樣地對上另外版本1920-2021球例 提到用手手臂接觸皮球 當手手臂才球員身體不戰地擴大 手手臂在肩膊之上遠離肩膊位置 除非是因球員自己蓄意玩球後 皮球立即觸及自己手手臂 除上色的犯規 以下皮球觸及球員的手手臂的情況 不會被視為犯規 以下這四點都是用大量的文字 去描述球員何謂自然的動作 但今年的球例 就將這些過於臃腫的描述 改成剛剛提及的第二點 當手手臂使球員身體不自然地擴大 使用有關部位接觸皮球 在特定情況下 球員手手臂位置並不是因其身體動作的結果 或不能證實是因身體動作時產生 球員身體便會被視為不自然地擴大 球員此時手手臂所處的位置被皮球擊中 便可能無上手球犯規的風險而被判罰 但我相信過去球例仍對球證定義不自然動作 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在這段文字是沒有明確地描述 何謂不自然地擴大 他所有情況都不會說到好死 而最後一句亦都是戴上頭盔地說 可能無上手球犯規的風險而被判罰 在今次羅特摩亞這球的例子 羅特摩亞的確是先蓄意一心一意用右腳控球 我想大家都認同 只不過他右腳控球時未能控制皮球的方向 繼而觸碰到左手 套用今年最新的球例 他的動作有沒有不自然呢? 他用右腳控球這個動作 有沒有令手部處於不自然的位置呢? 就好像剛剛所說 他的動作是因為他用右腳控球而準備 並非蓄意想用左手去控制皮球 即使他雙手遠離身體,右腳控左手 純屬意外,不屬於不自然的擴大 起碼在球證和VAR眼中是這樣認為 即使用舊例 當中亦有提及用手手臂接觸皮球 當手手臂在肩膊之上,遠離肩膊位置 除非是因球員自己蓄意玩球後 皮球立即觸及自己手手臂 是可以被豁免的 即是羅特摩亞這個控球失誤 是先觸碰到他的右腳 再觸碰到他左手的動作呢? 在現今球例是不會被視為不自然動作而被吹罰 即是球證是認為他的動作是完全出於自然的 今次球證的半決是完全合乎球例並沒有問題 最後大家覺得今次手球條例又改成怎樣呢? 印象中今次算是新例實行以來 第一次因為手球而引起爭議 無可否認羅特摩亞的左手的確有接觸皮球 新例之下又的確不構成犯規 但無論球例怎樣改都好 都一定有人認為合理但不合情 大家又認為應該怎樣判斷犯規定不犯規呢? 好像舊例般碰到手製造入球機會 在過程中不論本人與否 照吹可也呢? 因為入球過程中不能接受到用手 但應該好像新例般用是否自然動作 是否有心用手去觸碰皮球判斷呢? 說真的球例無論怎樣寫都不會完美 總有人提出反對 只是球例應該偏向像以前一樣用大量文字 盡量覆蓋大部份情況 還是新例般留給球證主觀判斷呢? 哪一個方法會較容易令大家接受呢? 以下有開放大家理性討論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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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ği credit